他问我 他说你这个快递好像是好多贴 他说没收到 是不是 我说是的 是的 他说 他说我们是我们 他说约通快递的责任 他说我赔给你 其实赔给你 我说不要 我跟商家赔好了 他说商家好像跟我协商过来 他说 商家跟我协商过来 我直接赔给你 他就这么跟我讲的 傅女士说 自己确实在购物平台上买了一袋大米 物流信息显示 12月12号就到了平遥 但他一直没有收到 这些信息和电话里对方提供的信息都能对得上 加上对方还知道自己姓傅 他就相信了 接着对方通过短信给傅女士发了一个链接 让傅女士打开链接 按照上面的提示进行操作 他说有个领培中心 他说你把那个账号什么证书过来 他说好像我好像 他最后我一看密码 他说书密码的 我说我不书的 他说不书不要紧的 他说你就留个黑爹爹进来好了 这个验证码是怎么收到的 验证码 好像他发过来的吧 好像就是对信上发过来的 傅女士后来把手机收到的验证码告诉对方 之后卡里的两万块钱就被转出了 傅女士这才发现是遇到诈骗了 赶忙报警 银行账单显示 傅女士的两万块钱被转到了一个建行的账户 是这样的 我现在我就不敢出门了 现在 为什么 好像人家都咫咫咫咫说我这么笨嘛 好像 谁咫咫咫咫咫 好像都这么说我嘛 每个人都好像说 你这么容易上当身边的 你这么笨的 好像都是这么说了嘛 傅女士当时点开的那个链接 现在自然是无法打开了 据杭州渔航区平遥派出所介绍 对方的账号目前已经被冻结 案件还在调查当中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 188黄金眼记者报警 1月以后� havia不是他们过去什么 在为万年接她停立了 线任的猛节里面